你内在的对话品质如何 你会时时刻刻款待自己吗 这反映了你想达成的愿望吗 亚当马 第五章 与地心文明合并的最新发展 你们之中有许多人知道 当你们有足够的人准备好 愿意接受我们的教导时 我们有很多人已经计划出现在地表上 我们很高兴再度和你们面对面联系 和教给你们我们所知的一切 就在你所在之处 我们会教你如何为你 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 创造一个如魔术般的天堂生活 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 散布传播这灵性上的觉醒 给那些意识上已经准备好 接收讯息的人 能够接受关于我们 住在雪士达山城下的地层中心的消息 希望你们能够尽量地支持我们 在地表出现 我许下诺言 你们将永远不会后悔的 我们注意到 你们许多人想要知道时间和日期 有些人几乎等得不耐烦 我要你们了解 关于我们出现的时间 不是靠着我们来定的 我们准备好了 可是你们地表的集体民众 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我们 贸然出现会破坏我们的目标 并产生明显的挫折 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以至于你们可以出现在地球表面 第一点 我们观测与记录地表人的爱 与光的伤数 我们测量 大众慈悲与心灵开放的程度 现在计算的结果大致是65%左右 这个比例必须提升到90%左右 我们才会出现在地表上 这只是其中之一的要素 其他几点 我们也觉得很重要 多数是依赖在整体意识和演化的程度 高等频率的爱心觉醒 和人们愿意生活在神圣意识之中 你们现在正在进入一道 扬生伟大的冒险之路 那些在地球上生存超过下个十年的人 就是被选择接受着扬生成仙的旅程 个人的经历和地表所发生的事件 将是你们的导师 来帮助你们走向这个目标 经过了百万年的演化 我们的地球母亲做了选择 继续她自己本身的演化 并带着一些准备好的人类 一些同样选择的人群 跟着她前进 因为这个选择的后果 造物主赐予了地球伟大的光与爱 不同于以往 你们的星球现已充满了新的能量 这些新的光波 能量的频率快速地日增月静 自从2002年来 七个来自造物者本体的主要大门户 在2002年开放 这些门户将会在2012年 及其之后 极大幅度地转变你们的星球 在这100年间 你们的星球将会完全改变了 在那些大门户里 包括许多次要门户 与通道 你们必须通过这些门户 才能够移向下一步 在2012年 或更早一点 许多人将会提升到五次元的神奇世界 与天堂里 根据你们相加的生活水准来看 不久之后 你们的星球将会演变到 与原来的生活 截然不同的地步 灵光的强度 每天都在增加 这可帮助你们在这演化中 进行比你们今生 和所有前世加起来 要更伟大的蜕变 重点是 你得接受你的神性 不然的话 离开这个星球 因此 你将会接收到 比以前更多的协助 这就是第二次降临的意义 所有地球上的生物 会返回原始的完美状态 那是地球创造者最初赋予的 在宇宙中 有其他的星球 与地球类似 寄宿的人类 仍然生活在 意识与神性分离中 和展现暴力的行为 那些决定留在落后状态的灵魂 将有许多新的星球 来选择投身 这一切 与我们的出现 有什么关系呢 我所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期待 能和你们团聚 一如你们想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会出现在地球表面 一直到大多数地球的民众 能够对待所有的生命 这包括所有的动物 植物的国度和不同的层次 包含着爱 慈悲和和平的态度 这需要相当数量的人 意识到我们的出现 欢迎我们 这两点主要的因素 会决定我们合并的时间 其他的原因 也会逐渐显示出来 我希望 自2006年到2007年间 或之后 随着浮现在你们身上的事件 在人类的心 以及政治上 会有正向的改变 我们开始大量出现在地表上 来帮助你们 跟着你们的地球母亲 走向扬生之路 当你要问我们出现的日期时 我会反问你 你们是否已经达到目标 亲爱的 你们何时准备好接受我们 这有赖你们自己完成 修生养性的课题 和你自己和他人 准备好敞开意识 体验我们出现在你们之中 你们有出现的计划表吗 是的 我们有 我们出现的计划 必须保密 最机密的部分 只能在隐秘的状态下揭露 开始时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会秘密地 跟一些小团体会面 直接教导 和传送我们的爱和能量 然后 这一个小团体 将分散各地 传播我们的知识 给那些已经准备好 并愿意聆听的人们 当那些准备好 要与我们见面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圈子 会越来越大 逐渐 形成大的团体 当这股能量扩张 我们会有更多的人 现身出来帮忙 当足够小的团体 在地球表面 到处形成 并且 他们的会员 同意我们的契约 我们将逐渐 让更多的人民 与你们直接会面 直到我们完全 出现在你们之中 我们高兴地 要你知道 我们有些人 已经在你们的层次中 进行神奇的准备工作 没有一个人 准许在地表上的人面前 显露他们的身份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必须持续 隐形埋名 保持秘密 除非 你所散发的频率 吊河和动机 能跟第五次元的 灵智共鸣 他们不会跟你联络的 你们许多人 以为我们会降低到 你们的频率的层级 但并非如此 伟大合并的 第二波浪潮 将不会发生在 第三次元的频率中 除了那些 已经在第三次元的 陶乐师市民 我们其他人 并没有计划 把我们的气能 降到跟你们同等的程度 虽然在你们之中 我们将有固体的形象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看到 和直接与我们接触 你们要了解 虽然我们有躯体 可是我们震动的频率 要比你们高和快多了 因此你们有许多人 仍然看不见我们 从头到尾 这是你们的责任 来提升你们的 光波和意识 至少提升到 三分之二的路程 来跟我们相会 这个意思就是 你们将需要提高 你们的灵性频率 到达几乎第五次元 以至于 能够在意识上 与我们相会 这表示出 当多数的我们 将随和地 融入在你们之中 开始时 有些人 能够感知 和看到我们 就像 你们能够彼此 互相感知 和看到一样 然而 大多数人 无法看见 慢慢的 你们地表的人民 将频率提升到 可以接受的程度 进而 看得见 和我们互相接触 假如 你们选择这些达成条件 我们将一约定团聚 带着开放的心 我们 等着你们准备就绪 我们祝福你们 并将你们每个人 珍藏在我们的灵魂之中 我是亚当马 完美是一种生命的形态 永远继续不断地发展 直到永恒 不管凡事是多么完美 或是任何生命 所达到的状态 总会有更高的层次 可以开启与扩展 这就是达至开悟的奇妙 阿南马 第六章 陶乐士的入境准则 从那些 知道我们生存在于 雪士达山下的人们 我们感觉到 你们来陶乐士 与我们面对面相逢的渴望 你们热忱地愿望着 来惊艳着神奇 和开悟的民族 能够在于你们 以前居住在陶乐士 或第五次元某区的 前世家族成员再次联系 从内心之中 我们感觉到你们的期望 并听到你们的思想 我们何时能拜访陶乐士呢 陶乐士的大门 何时才能开放给地表的民众呢 我亲爱的人民 我们要你们知道 那长久的等待 就要结束了 我们可以临时到 这件事很可能将发生 在未来的十年间 我们将开始邀请一些 属于地球表面的小团体 来参观 假如你们大多数的民众 能够采用我们的生活方式 你们将经验到 你们世界的显化成就 你们将领悟到 一个全新观点 如果每个人生活在 神圣的指示和真实的情意中 这地球上的生命将会变得多么的美好 在开始和相当一段时间里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你了解 参观者都是被个人邀请来的 不必关心这些邀请是如何被传达 当轮到你时 不管你住在哪里 我们会有许多方式 能够使你接受到我们的邀请 虽然我们住在第五次元 完美的意识中 我们仍然保留着一些 密度的躯体 我们有一项严格的 陶乐式入境准则 就是所有被邀请的人 首先一定要达到资格 除非你已经达到 入境所要求的准则 否则对于你个人的邀请 是不会来的 我们传达讯息的目的 不是来解释关于规则 含义的细节和需求 虽然如此 话说回来 让我给你们一个大致的概述 关于什么规则是需要的 第一条 只有那些在意义上 修炼相近于第五次元觉醒的人 才有资格 这个意思是指 你将拥有无尽的爱心 对待自己和别人 包括所有的国度和所有生命 至少有90%以上的二元意义 要被释放掉 而阴性和阳性的平衡 也很重要 包括在你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 有着不造成任何伤害的灵性 我让你们从内心去探究 这部分真实的意义 亲爱的人民 这就是你们的功课 这会引导你进入 我的发现 找到一个你长久以来隐蔽不清 而真实美好的自己 去发现神圣大我的特质 第二条 你们将清理与治疗你们过去 与现在所有负面的情绪与思想 所有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愤怒 悲伤 内疚 悲痛 创伤 无非你努力地除去那些创伤的记录 否则你将无法留在我们的光波里 超过几分钟 第三条 只有那些已经完成了七层灵性启动的仪式 和达到了几乎达到准备就绪扬升的人 才符合我们进入陶勒士的准则 在这个星球上 从你内在的层次里 你可联系上基督意识 在先师 梅翠亚和主耶稣的领导下 申请接受七层灵性启动的仪式 大多数人在意识上没有觉察到 这些灵性的启动仪式是从内心开始的 尽管如此 从你的意识上 如何操作你的每日生活发生 通过那些考验 走向扬升和灵性自由之路 曾经是你们生生世世 在地球上生活的目标 这七层启蒙一世 并不是你最后演化的结果 所有的候选人 若想要进入陶勒士 一定得达到这灵性的程度 因为新的恩赐 在地球演进的历史中 这些修炼考验能比以前更快速地完成 那些曾经需要几千年来完成的功德 现在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中就可达成 从我叙述的规则里 有许多小课题 我们不是故意为难你们 使你们觉得这些目标难达到 引起绝望 我们知道 对于许多人来说 在一段合理的时间里 这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意识 在这个星球 在你们地表上 有好几千人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 在几千年里 有些人甚至超过了这个层级 你也许会发现 在你每日遇到的人群中 就有这些不很凸显 但已经达到这个程度的人 他们内心明白 通常将信息深埋心中 那些修炼的人 继续增加和并入这个层次 我叙述这些规则的原因 是因为有许多人 已经熟悉我们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关于进入陶乐士的准则 每个进入我们大门的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从哪里来的 一定得接受灵性的发展 和被引进到 第五次元的光波频率 当你致力于灵性修持 在扬生之路上 获得动力时 你将会很快达到这些目标 当你敞开了你的爱心 你将会发现 启蒙修持 要比那自寻的困苦经验 容易多了 经过启蒙 为你的意识 带来的经验 将提高你的意识 除了陶乐士的大门 为你敞开外 新拉姆尼亚 以及其他神奇地方的大门 也为你开启 亲爱的人民 实施记住 爱是关键 爱将开放所有的门户 而且快速地引导你的灵性 进入一道没有限制的自由大道 你从爱而来 你为了爱而回归 我是亚当玛 你们拉姆尼亚的兄弟 感谢您的灵性 感谢您的灵性